很痛苦耶 我幫你講話 很痛苦耶 我幫你講話 什么 我已经尝试 呃就是 安抚自己的心情 ok guys sorry啊 刚刚我控制不到我自己的情绪 我就我不懂为什么 我觉得很痛苦欸 我觉得 不懂是不是每个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而已 就我觉得 虽然很多人看似很容易 这个东西有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 呃 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尝试了 要想想多 就呃 吃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想要休息就休息 我 从头到尾 我已经 呃 从 48到现在 我已经 55 我刚刚量 就很久没有站上去蹭了 可是 刚当我去蹭的时候 然后 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想要崩溃哦 因为 一开始我还可以骗我自己讲 虽然我真的感觉到我自己肥了 可是我还可以骗我自己讲 哦 没有关系 这是好的现象 这是好的现象 可是当我站上去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控制我自己心中的那个感觉 我就觉得很痛苦 很 很 很不能接受 呃 很怕 然后一看到我自己 我就会觉得我很讨厌我自己 我会觉得我自己长到很恶心 然后 呃 就有些我的朋友啊 我的家人啊 会讲 哦 你终于有肥一点点 然后 是好事啊 对他们来讲 是好事 可是当我听到有人 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又会有那种感觉 觉得自己很恶心啊 觉得自己很臭啊 很蛤蜊啊 我又会开始有那种很不安的感觉 就会觉得 嗯 这个人是不是觉得我很丑 这个人是不是觉得我很肥 这样之类的感觉 虽然我知道他们呃 是在对我好 知道就是讲 呃 你不要这样瘦不好看 可是 我真的是 听到我就觉得我很 我还是不能克服 不能过我自己这一关 唉 希望我继续加油 不要半途而飞 加油 啊 sorry 我又太控制不到我屁了 行不行 我踩不去跟我的 呃 男朋友还有我的家人 就讲我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我讲出来 会好一点 可是 他们又会把我当做奇怪的人 这样看 他们就会讲 你可以表明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知道他们骂我是对我好 可是 这样子我真的不我自己要想办 我觉得我不应该要跟任何人讲我的感觉 我觉得我讲了也没有人会明白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真的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理解你自己的感受 嗨 呃 我其实很久没有拍影片了 因为我 距离我上一个拍影片的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我看起来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看起来好像长胖很多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丑 很难看 所以我就 不是很敢拍影片 然后我又回到了那种 好像很 烤绿的生活 可以这样讲吗 就 我就开始很怕 很怕别人 comment 我的 就 comment on me like my physical appearance my body shape my body shape 就是 这些东西 就 这些东西 我自己本身之前是有觉得 我跟 food的relationship 是有好一点了 but but you know like 这个recovery journey 是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 for sure 你会 你一定会 长胖一些 然后长胖一些 就是 自己心理上 你要先 过的去 这一关 like 我觉得这个是 很难的啦 很多人就是 fail在这一边 就是觉得 不能 接受自己 就是 好像有 多肉一点点 的那种感觉 因为可能 前者是说到太难看了 but 就现在长多一点肉啊 就会 整个很 很焦虑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很 很怕这个 又很怕那个 so 我不知道别人吧 我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 又在 restrict自己 不可以吃这个 不可以吃那个 然后 又会有 好像那种症状 就是好像 又再有那种 爆食的感觉 you know like 我会吃很多很多 这样子 然后我整个 吃到我自己 都是很不舒服 这样子 所以我就 呃 我真的是 脏到那种啊 肚子真的是 这样大力的那种 很辛苦啊 然后我就觉得 不可以啊 我需要 就是去 at least i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change myself right yeah 我就是 这样子 so我想要透过 就是录下来 record 下来我吃什么 我做什么 keep myself accountable cause 因为我会好像 常常就忘记 就做一下我就会忘记 我又会好像回去 那一个原点 就 我觉得我真的很 很不想要这样子 so我就想要 就是真的是 呃 记录下来我自己 就是 吃的东西 就我想要有一个 proper meal instead of like keep on snacking you know 我自己是那种很 就是 我自己是那种 就是 我自己是那种 就是会snack a lot on like 我不是snack on cheap but我会就是 吃别的东西 就是吃那种 you know lars啊 啊 这种东西吧 这种东西会弄到我很脏气 yeah so就是 不是正常哦 but 我 发觉到 如果你好像 正常 chee meals 或者是 吃你的每一餐的话 你其实不会这样子 一直想要吃东西 一直想要吃东西 的那一个感觉的 yeah and then 呃 我觉得 因为又是因为 关在家太久了 我记得一年前 我也是拍这样的video 然后 也是因为 关在家太久 就很辛苦的感觉 so现在也是关在家太久了 我不知道就是 也有人会跟我有 这样 一样的情况 so 这个video 我是想要 呃就是 提醒我自己 我也想要提醒你们 就是 好好爱自己的身体 yeah 健康在这个时候 是最重要的 首先你一定要先 学会这样 让自己开心啊 就不要每天好像 呃 这样辛苦 ban活到有什么意义的 有时候你会发觉 好像食物面 我们想象中的 这么恐怖啦 like 我也是开始吃回饭啊 那些啊 有时候我就看我心情啊 有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吃 我之前吃的那些食物 sweet potato啊 之类的东西 yeah try to 吃多一点 比较多种类的食物 yeah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每次都是 我每次都是会这样子 呃好像前一天 如果我自己本身是 好像吃太多 或者是什么啊 我会因为这样子 很焦虑到睡不着 然后我会就是 呃 半夜 或者是很早就起来 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 去work out啊 然后弄到自己很累很累很累 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很累的 那我就每天work out 过后我只有这样子 我才可以觉得好像很舒服 这样可以睡一下子 这个是我的问题啊 我自己本身是很难用睡啊 有时候是 最想太多是自己想来的啦 like 如果你没有想太多的话 其实也可以很好睡 所以有时候我会 整个人好像 exhausted 这样 整个人好像真的是 浪下去这样 就是 整个body 不能function这样 你知道吗 头脑我会累到好像 我真的不懂我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我七八点 我就想要爬上床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 一个生活习惯来的 呀 就是 你没有真正让自己休息好啊 so 你就会一直 觉得很累啊 我只有在早上这样子 现在work out 这样子 我才会很精神吧 其他时间呢 我觉得我是做什么事情 我都没有力量 这样的 我就会好像 一直很累很累很累 这样啊 然后你们可以看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我的黑眼圈都越来越严重了 我上个上 几个上个星期更严重 我整个眼睛这里是红到肿肿 oh my god 整个很丑这样 我根本不能接受自己这个样子 然后 就变到整个皮肤也会比较差一点 就好像我会一直脱皮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呀 然后就 觉得自己真的是 最低谷的时候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 那个时期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恶心 很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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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现在有慢慢好一点啦 虽然我黑眼圈还是很严重 but you will try 我讲 要做这个东西很久很久啊 but 我一直都没有去 真正 有去行动 but 我觉得 我还是会好像 半途而非啊 就是会因为一些 concern啊 一些焦虑啊 然后让我 放弃 就这样放弃 yeah so i promise myself 是想要找回那种 好像以前小孩子 那种快乐 那种 就是 没有烦恼的日子 你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想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就 like 没有这样多insecurities 就是不会 一直compare yourself 就是不会一直去 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 let's do it together 亲爱的 yeah 我们一起加油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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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